哈喽呀 大家我们来了 今天大暴雨 陆欧妈要去公司上班了 所以穿着雨衣 觉得陆总可爱的扣衣 也觉得不可爱的扣眼珠子吧 今天下大暴雨 陆总和门岗 依旧坚持不懈去上班 连车车都那么努力 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可爱数了 陆陆珠 我自己带了一大瓶花茶 真的长得太好看了 花茶颜值太高了 我用热水泡开之后 然后放到了这个瓶子里面 但是我今天没有提前弄 正常要提前一晚上放冷藏 它才味道会比较浓 先用热水冲泡开再放冷水 你要只用冷水泡不开的 还有你冲泡的热水温度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8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 太低的话会泡不开 营养也泡不出来 太高的话会破坏营养 花茶用的都是我们自己家 种的虫瓣红玫瑰花罐 哈哈种植的时候都不打农药 花茶都是低温烘干 不用硫黄薰 配药表只有玫瑰花罐茶 大家放心喝哦 送大家的小周边 我们更新了新款 满98送给大家的哦 如果你想要周边但是买不够的话 可以找朋友拼拼单 钥匙扣正反面有两层磨 大家用的时候记得把它撕掉 磨撕开就会变得更亮 撕不撕区别还是很大的 记得撕开哦 随机拆一个打包好的快递 看来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胶带都是卢卡麦克的名字哦 防止暴力快递 我们已经用了加厚加硬的打包箱 但是如果你收到之后 盒子还是受损的话呢 联系我们客服为你重发 这个朋友买了两盒茶两盒饼 就满98了 有一个小周边送 送他的是这个委屈巴巴的小麦 然后还送有卡片和贴纸 这个卡片背后还有一段 给大家写的话 他买了四盒东西 所以他有四张贴纸哦 每款都给他塞了两张 这些都是赠品哦 然后还有送的免费试吃 这个也是赠品 因为他有两盒香腕饼 所以就是四个试吃 说到活住还是先吃试吃啊 试吃不满意 可以申请推广 没有气垫无理由和运费险 好来前面的这些所有都是送的 接下来才是他自己买的 首先是咱们的花花饼 超级超级可爱的包装 还没有相当的一益门 到底是怎么抵挡得住的呀 一盒里面依旧是八个独立包装的 真产日期是6月30号 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啊 都是新鲜的 然后就是他买的黄花茶啦 花茶一盒里面 大概有30多到40多的玫瑰花罐 保证颗颗都是花罐哦 很大颗很饱满 教大家一个辨别 花茶有没有被硫磺熏过的办法 看他的花托是不是黄色的 如果发黄就是被硫磺熏过 如果是绿色的 就是没有被硫磺熏过 又过了半个小时 这个水开始发黄 这里面的花青素VC泡出来了 但是冷水泡就会很慢 然后喝冷泡的 一定要提前一天泡上 掰一个香花饼看看 饼皮是那种软中 带一点点韧劲的感觉 好呦我掰开 你们看看里面这大花瓣 花饼都不加香精色素啊 低糖版的 保值期6个月 大家收到最好在一个月内使用完 不然颜色和香味 都会自然氧化掉一部分 好了大家快来下单吧 我和路伦的质疑 建都发火发火发火 我们都在马不停蹄的发火中